各位,我們留意到最近網上有些不實的傳聞 包括由民主黨黃偉賢議員 他向傳媒披露,聲稱我在出席平山鄉市委員會時 用蟑螂形容參與示威的人 又說我呼籲我們的鄉民去驅港蟑螂 事實上這些是完全不實的言論 在當日我出席平山鄉市委員會的就職禮 而我當日呼籲我們的鄉民出席7月20日守護香港這個集會 我們希望我們的市民大家一起用冷靜的方法 令到香港可以走出這個困局 當晚我們並沒有提出說過 好像黃偉賢所說的那些不實的言論 黃偉賢這樣說出這些不實的言論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他這樣挑撥了市民的情緒 在現在香港亂成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任何一個議員,任何一個香港市民 都不應該再列造一些事實 挑撥市民的情緒 令到我們的社會繼續分化和激化 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 在未求證這些事實的情況下 就去引用黃偉賢的論述 還將這些論述 在網上散播 更加令到社會的情緒繼續分化和令到大家產生矛盾 所以我在此呼籲兩位請他們停止這些抹黑 請他們停止這些散播謠言 我們的社會不能再聯絡 希望他們都可以盡他們的責任 呼籲我們的市民 用和平、理性的手法 大家一起表達意見 讓香港可以走出困局 而就著他們兩位這些不實的言論和他們的做法 我已經交給我的律師處理 我們將會有法律行動來跟進 在此我再次希望呼籲我們各位的香港市民 我們大家都是愛香港這個城市 我們大家都是在這個地方長大 我們都不想再見到他們亂下去 希望大家能夠放下矛盾立場 平心靜氣 讓香港能夠走出這個困局